這集由到鮮花鼓公所所來拍的這部電影 來講到四處找出給人輸出了的這個牛肉湯特 在鮮花裡鮮花有故那間和是我們體牛肉的主要經營所在 為了行銷的鮮花這麼有鮮花公所在和中骨板的2,000坑 二十一台牛肉文化這多年 在這在地的散化舉辦這個活動 讓那個民眾能夠吃到最新鮮最好吃的鎮港鮮花牛 現場有千份的牛肉湯免費 那麼還有一些精彩好理的摩采品 那麼還有銅板價的牛肉乾原價是250塊 當日限量50份 台南鮮花文化祭是有無肉三夾之外 竟敢共有到無虛頂頂地鄉文化內涵 東江華東將有精彩舞台表演 當時還有一千塊的鮮花湯來試喝 還有莊佛哉喜歡到鮮花料理 出席的鮮團去嘉賀一輛紅衛體 是學了到鮮花不散跟文化很豐富 這牛肉文化這幾百 要讓大家知道 喝這個牛肉湯就在台南 我們自己來在我們散化啤酒場 來這個推出散化牛肉文化節 能夠讓許多好朋友知道 原來這麼好吃的牛肉 是來自於台南 是來自於散化 牛肉文化節不只是吃 而且還有除了飲食文化之外 更有很多的這個文化底蘊在裡面 我們希望 今年大家 來台南 來散化 像我去吃火也有這個鮮肉湯的夾食 現場喜歡拿出出口的這個鮮肉湯 牛的 溫體牛的最好的部位 牛肉最嫩的部位 然後來把它做一碗清燙牛肉湯 然後我們首先就是牛肉加一點鹽巴 不加味精 然後再一些薑絲米酒 把它沖泡下去 汆燙一下之後就可以使用了 你今天要去台北京和菇河貴賓共同來選團 歡迎大家來告聖化吃虎肉 韓天新聞 來一下聖化 蔡鳳寶德